这敖拜和厄北龙啊 确实把自己的闺女也送到宫中选秀 进宫一看啊 这敖拜的闺女才六岁 昭圣皇太后说 你这儿添什么乱啊 领回去 好去 取进宫来啊 明儿他跟我要奶吃 我没地儿给这皇后娘娘找奶妈去 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昨天是咱们讲敖拜这个小系列的开始 片子播出去以后啊 就有朋友爱的我 说你看啊 顺治皇帝既然找了四位辅政大臣 那么一定是怕某一家做大 所以四个人互相牵制 既然是这样 那么为什么敖拜一支独大 几乎就可以一手遮天了呢 今儿啊咱们就分析分析 这敖拜是如何专权善权 让这皇上啊 越来越不带劲 以至于欲除之而后快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八 年轻的顺治皇帝 因为得天花 撒手人寰 他驾崩了 指定了四位辅政大臣 辅佐自己年幼的儿子康熙登上了皇位 既然是朝臣辅政啊 那就是四位辅政大臣义政 年轻的皇帝 哎不对 太年轻了 是幼年的皇帝康熙啊 只能坐在一旁听政 即便是后来大一些了 对朝局时政有自己的看法认识了 也只能是啊 给出意见 也不能够做决断 在老皇上死的时候啊 就给这四位辅政大臣排了座次了 那首辅啊自然是索尼 再往下呢 是苏克萨哈 再往后啊 是厄比龙 最后才是敖拜 那么前三位辅政大臣 排在敖拜之前 最后怎么却又让这敖拜钻了空 压了他们一头呢 这原因呢 不难解释 这敖拜年轻有年轻的优势 在这四人当中啊 他是最后离开满洲军队的军功大臣 四人辅政的初期 在军中最有威望的就得数着敖拜了 古今中外巡视一礼 这枪杆子在谁手里攥着 谁说话就自然硬气一点 那有人说这首辅大臣索尼 就不批评他一下吗 嗨 谁批评谁呀 在辅政的开始啊 这索尼做的 他也不怎么样 每当这大臣呢 来这首辅大臣索尼的跟前汇报工作 必须得跪下汇报 弄得呀 很多朝臣呢 都向朝廷递折子弹劾索尼 这索尼呢 必定是老谋深算 他还是想啊 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的 于是呀 这索公爷呀 在后来就有所收敛 再后来这年纪一大呀 这索尼也懒得和其他三位辅政大臣争个高下了 所以就导致这敖拜 昏招频出 越来越不像样了 首先呀 他提出来了 他要换地 您别小瞧就两个字 我呀得拿出几分钟的时间来呀 单独解释这件事 要说在八旗当中啊 这四位辅政大臣 不分伯仲 都是皇上家的近人 因为这四个人呢 他们都出自于上三旗 熟悉这八旗的好朋友都知道 上三旗指的是啊 整黄 香黄和整白旗 这索尼出自整黄旗 厄比隆 敖拜呢 是香黄旗 只有这苏克萨哈 是整白旗人 哎 您看这四个人呢 虽然都出自上三旗啊 他之间也有纠缠不清的利益纠葛 这事啊 咱们得接着往前导 导到哪啊 导到努尔哈赤死 天命十一年 搁到这大明朝啊 那得说那年是天启六年 八月十一日的时候 这天气呀 刚转凉 这大金韩国呀 就办了丧事了 谁死了 六十八岁的大韩 努尔哈赤 这老鸭呢 不是 老爷子呀 他跑到武的莲池啊 去泡温泉了 结果身上的伤啊 没好利索 泡灰弄了 哥现在话说呀 就是感染了 结果呀 高烧不退 发炎烧死了 原本啊 不被别人看好的第八子 也就是四配了皇太极 继承了韩位 可是您要知道啊 这努尔哈赤活着的时候 他不大见皇太极 他喜欢谁呀 他喜欢大妃阿巴亥 生的那三个儿子 分别是啊 阿启格 多尔滚 还有多泽 尤其是多尔滚呢 他怎么仇 怎么爱 于是啊 这老奴就把自己手里边的皇上直属二旗 整皇旗和香皇旗 拆分开分给了这三个儿子 尤其是多尔滚 这事啊 他不难办 于是啊 就把这多尔滚叫到身边来了 说 兄弟 你看啊 你现在手里攥着的 是整皇和相皇两个旗 按常理所呢 这两个旗啊 应该跪皇上管 所以啊 咱们俩换换 人还是你的啊 势力还是你的 咱们呀 就把旗子换换 你了看 行吗 这多尔滚一琢磨着 刀把子在人家手里攥着呢 现在他是皇上啊 不听他的好像是不合适 于是啊 就琢磨 换就换嘛 反正这人呢 还都是我的 于是多尔滚兄弟 就跟皇太极父子 交换了旗帜 用两皇旗 换了这两白旗 皇上家呀 还长着整皇和香皇二旗 多尔滚呢 就成了整白旗的旗主王爷了 还是那句话啊 世事难预料 这皇太极一死啊 顺治当了皇帝了 这多尔滚虽然不是皇上吗 但是他是皇父摄政王 那会儿啊 小皇上顺治他不当家 他能当顺治的家 这一下子 这整白旗他抖起来了 因为他们的旗主王爷 那是摄政王多尔滚呢 这主子横他奴 他自然就横啊 可是这整白旗 他再横他也落了空了 咱们都知道啊 这清朝的初年 多尔滚率领整白旗的大军 南征北战东党西沙 就这样啊 就落了空子了 这入关以后啊 齐人大字的圈地 说是一些啊 无主的荒地 实际上啊 是哪块地好 他们圈哪块地 这关内的汉人百姓啊 再不舍得 也不跟那个 钻着刀子的人 瞪眼珠子 您说是不是 在进关的时候 这多尔滚呢 就看中了 卢龙的一块好地 这卢龙在哪啊 卢龙啊 现在说算秦皇岛地区 和这个山海关离的不远 可是啊 还没等整白旗 这些八旗兵圈呢呀 这大军就挥师难下了 就趁这个空单啊 两黄旗上来 就把这块好地 给圈起来了 算是人家两黄旗的地 这多尔滚回来一看啊 这可不行 哎 就从牙缝里 挤出两个字来 换地 于是啊 整白旗真的就用无主皇帝 把这两块高产良田 给换走了 他们不得不还说那句话 世事难约料啊 这多尔滚一死 立刻被打翻在地 并且踏上了一万只脚 现打不该着的 被这顺治皇帝 劈倒劈臭了 原来的皇夫摄政王啊 一下子就变成了谋逆罪人 这八旗当中的其他七个旗啊 一看多尔滚倒了 就纷纷向皇上上奏 说这个整白旗啊 借着堆滚的势力啊 多吃多蘸了 皇上您给拼命理 我们呀 得把他那个多蘸的那部分呢 平均分回来 那会儿的顺治皇帝啊 可也老大不小了 他哪能眼看着这块肥肉 让别人分走啊 于是这皇上啊 眼珠一转 他记上心来 就跟这帮八旗大臣们说呀 以后啊 这皇家直属啊 不是两个旗了 这整白旗啊 也归到这皇家直属部队里 这皇上一句话呀 别人自然也就不敢说什么了 这大块的坛子肉啊 就掉到了这顺治的石盆子里 打这以后啊 才有了上三旗和下五旗一说 这上三旗啊 就是皇上直属的三旗 整黄香黄和整白 其他的呢 就是下五旗 由各旗主王爷同领 您得先捋明白了啊 这四位辅政大臣呢 索尼 厄比龙和敖拜 隶属两黄旗 唯独这苏克萨哈呀 隶属整白旗 您看了吧 看似这四个人都是上三旗 其实啊 还有这么一截 这敖拜气一粗呢 他就学这杜尔滚呢 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换地 这鲁龙那块好良田呢 那本来就是我们的 后来呀 让杜尔滚强换走了 这回啊 我们得换回来 其实他该不该换呀 不该换 康熙皇帝一登基 为了抚慰黎民 刚一登基就扳照天下 不允许齐人再圈地了 就是为了让天下的黎民 能够好好的修养生息 整白旗啊 在这块土地上 已经耕作很多年了 现在在提出换地啊 那又是一次大规模的扰民 您想去吧 拆迁队 它没好事啊 这一拆迁换地啊 人家整白旗人不干了 人家朝里头啊 也不是没人 这辅政大臣排在第二的 苏克萨哈 那就是整白旗的人 可是这大伙啊 看着这吹糊子瞪眼的熬中堂啊 也是多数人不敢言语 可就是说呀 他哪堆人里 他也有愣的 这整白旗啊 有三位大臣坐不住了 这官啊 还都不小 户部尚书 苏南海 支离总督朱昌作 还有这巡抚王登莲 这老三位啊 就分别给皇上上书了 说换地这事啊 太扰民了 再有啊 我们这整白旗人也不乐意 您既想去吧 这尚书的奏折呀 能先到皇上那儿吗 当然是熬中堂先看啊 这熬中堂啊 真行得出来 二话不说 把这三位啊 掐奸入狱 都关天牢里了 还是那老规矩啊 这辅政大臣在朝堂之上 和皇上啊 对作义政 您听了吗 这辅政啊 就这么牛 哎 皇上跟前啊 他也能坐着 这一年啊 是公元的1666年 也就是康熙五年 这康熙皇帝 十三了 不是小孩了 一直这康熙皇帝 不能杀 遇上事 别人有不同意见啊 咱们解决事 总不能有人意见相左 咱们就挥刀杀人呢 这熬拜啊 就首先发言了 就一句话 说这三个人呢 冲撞辅政 杀得底 这后边啊 还有随声附和的 谁啊 索尼跟厄比龙啊 因为这件事啊 摆在他们两个人眼前的 首先就是既得利益啊 这厄比龙啊 本身就依附于傲拜 这索尼呢 乐得不管啊 占点小便宜 只有这苏克萨哈呀 他不乐意 因为他是整白旗的人呢 但是人单利孤 也只好啊 低头不语 但是态度很明显 他不乐意 在这朝会上啊 商量来商量去 也没商量出什么结果 因为康熙皇帝 总是不得乐意 可是就在几天以后啊 康熙皇帝突然听说 这三个人 已经被 敖少保下令处决了 听闻此事啊 这康熙皇帝 也只能是咬了咬牙 可是由这 您得记住了啊 经这换帝一事啊 这苏克萨哈和敖拜 算是刚上了 之后这朝堂上再有事啊 这二位 算是尿不到一壶里去了 敖拜的势力是逐渐作大 尊全门后 康熙皇帝 昭圣皇太后 看在眼里 是急在心头 那么怎么办呢 思来想去权衡利弊 这朝圣皇太后 一咬牙 决定联姻 和谁联姻呢 和索尼联姻 于是 在朝圣皇太后的安排下 索尼的孙女 贺蛇李氏 风风光光 从大清门 被抬进了紫禁城 成为了康熙皇帝的正宫皇后 就是后来咱们常说的那个 孝成人皇后 这一下子呀 可不光是敖拜不乐意了 就连那个厄比龙 跟苏和萨哈 也都不乐意了 因为这些人呢 虽然都尊为辅证 但是都嫌自己手中的权力小 他们呀 还有一个共同的忧虑 那就是这皇帝迟早会长大 一旦皇帝长大 坐在太和殿的宝座上 能够前纲独断了 还要什么辅证大臣呢 一边玩去 按照现在咱们的所作所为呀 还保不齐呀 弄个秋后算账什么的 那成了皇上老丈人就不一样了 不但自己呀 是国丈 儿子们呢 都是国舅 就连这子子孙孙们啊 都是皇家的内亲 虽然不是什么免死金牌呀 也大个齐吧 是那意思 因为他们家里呀 都有闺女 都觉和着 自本闺女 保不齐能当个皇后 咱们在这儿啊 得插一句 有人说呀 和皇帝联姻 到底谁做皇后 谁做贵妃 那都是孝庄文皇后 就是昭圣皇太后 安排好的 其实不然 这敖拜和厄贝龙啊 确实把自己的闺女 也送到宫中选秀 进宫一看呢 这敖拜的闺女才六岁 昭圣皇太后说 你这儿添什么乱呀 领回去 好去 取进宫来呀 明儿她跟我要奶吃 我没地儿给这皇后娘娘 找奶妈去 厄贝龙的闺女啊 虽然年纪够 但是皇家就是没看上 最后也只能领回家去了 这呀 是厄贝龙够份 是辅政大臣 要不去 把你这闺女留在宫中 做个宫女 你也说不出什么 有人啊 和我的意见不同 他们认为 这个姑娘啊 就是后来的孝昭仁皇后 也就是说呀 她和这个贺舍李氏 孝成仁皇后 是一同入宫的 不对 针对这件事情啊 我特意的查阅了一下资料 这孝昭仁皇后 是康熙十五年入宫为妃的 从时间和年龄上都对不上号 所以说被皇宫拒收的厄贝龙的这个女儿啊 不是后来的孝昭仁皇后 不管怎么说 吹吹打打的 这康熙皇帝算是大婚了 这索尼既然成了皇上的爷障 那就得干点正事了 看着敖拜如此专权啊 就不能视而不见了 于是啊 索尼就四处串联 并且啊给皇帝上书 让这皇上啊早日亲政 可说呢 既然已经大婚了嘛 那您就是大人了 成人呢 那就得亲政了 这第一轮下来啊 别人倒是没人敢说什么 倒是让孝庄文皇后 皇上的奶奶给拦下来了 这昭圣皇太后啊 是个大政之家 有长远的眼光 她看出啊 这皇上虽然大婚 可以亲政了 但是这辅政大臣 还在各个衙门口把持着重权 即便现在索尼以外的三位辅政大臣 同意皇帝亲政 一时半会儿的权力交割 也交不清楚 于是啊 这皇太后说呀 再等个一年半载的吧 让皇上啊 再历练历练 有人说呀 这是皇太后和康熙不合的表现 哎 对说这话的人呢 我也只能是无语了 麻烦您出门 出门啊 奔右转 为了能让康熙皇帝 自个儿的孙子女婿早日亲政 这索尼索公爷呀 是说破了嘴 跑断了腿 可是啊 无奈 他岁数大了 就在康熙六年的六月份 这索尼索公爷 有一天啊 早上起来 闲着没事干 喝了口凉粥 吃了块凉白薯 打了个凉格 放了个凉屁 个儿老一生 死了 直到咽气 这索尼索公爷 也没看到自个儿的孙子女婿亲政那天 在索尼死后啊 跟头把持的 这康熙皇帝啊 才算是亲了政 哎 即便亲了政 这敖拜仍然把持着大权不放 俨然就摆出了一副啊 这大清国离了他 根本就玩不转的架势 同是辅证大臣的厄比龙 这人啊 生来就没什么主见 于是啊 他选择了一副敖拜 剩下的苏克萨哈 自从两皇旗换帝事件以来 一直跟着敖拜啊 他就不对付 两个人在朝堂之上 磕磕绊绊 是常有的事 政见上不合也就罢了 再实施起来啊 也是互相彻肘 于是啊 这俩人 不管谁看谁 都是牙根子巴掌长 恨得恨 这会儿的苏克萨哈呀 不知道是真的为皇上着想 还是就为了给敖拜添点恶心 于是这苏克萨哈给皇上上了一份奏折 这奏折中说呀 这皇帝已然亲政 便不再需要辅政大臣 老臣愿意退休 到尊化皇陵 去给先帝爷守灵 同时啊 我觉得这敖拜跟厄比龙啊 要不然就跟我一块走 一同去尊化守灵去 要不然呀 就退休回家 这份奏折成上之后啊 这康熙皇帝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呢 这敖拜一听就撞了 好你个老儿子苏克萨哈 这么多年 一直跟老夫对着干 今儿这事啊 完不了 我让你知道知道 这马王爷有三只眼 敖少保我呀 不是好惹的 于是这敖拜呀 揪其党羽 斑布尔善 济世等人 给这苏克萨哈呀 脑袋上扣上了24条大罪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以辞职相威胁 反对皇帝轻政 好家伙子嘞 这话反着说 原来也行啊 敖拜上书皇帝 你将苏克萨哈 及其长子 查克弹 折刑 其他子孙是一律处斩 就在朝堂之上 这敖拜的党羽 和康熙皇帝 两拨人 争执起来了 这敖拜等人的意思是 皇帝说呀 要杀要杀 偏要杀 皇上当然是心疼 苏克萨哈了 皇上说呀 不能不能 偏不能 就这样 激烈的朝会呀 一连开了七天 到了第七天的头上 这敖拜心想啊 我别跟你废话了 直接给你来点 厉害的报 一上来 一上来就村上了丹池 站到了康熙皇帝的面前 双手挥舞着 让康熙皇帝立刻就得治苏克萨哈的罪 这小皇上哪见过这个呀 真害怕了 于是只能强忍怒火 同意处置苏克萨哈 这会儿的皇上啊 是没有一点 威仪可言了 遇到了 混蛋不讲理的敖拜呀 这皇上啊 还不如必食呢 他能做的呀 也只能是 把苏克萨哈父子的 折行 改为了处斩 将苏克萨哈年幼的子孙 勉斩 流放到宁国塔 苦寒之地 与披甲人为奴 处置了苏克萨哈以后啊 这敖拜认为 自个儿在朝里啊 算是伸开腰了 索尼已死 苏克萨哈被斩 这厄比龙呢 又是我的根屁船 亮着个年幼的康熙如子啊 也翻不起什么大浪 这打今儿起呀 我就是这大清国 站着的皇帝 九千岁 未 呃 敖拜 那么这康熙皇帝 就这么着 看着这敖拜 专权下去吗 当然不能 我是负责给您 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 您别错过啊 精彩回幕就在下集 这康熙皇帝在南书房 才要 至秦敖拜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赞并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